家用不锈钢电水壶会损伤神经 导致记忆力减退甚至致癌吗 它既然对我身体有伤害的话 那我肯定不会用 健康饮水问题引发全民关注 家中的不锈钢电水壶是该换掉还是继续使用 问题水壶的由来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 看完了以后换了一个就是那叫什么食用节那种的 反正现在什么东西都不太健康 一场信任危机似乎在悄然酝酿 流言背后是确有其事还是哗众取宠 是曲解误毒还是恶意炒作 拨开迷雾层层探究事实真相 本期平安365终极解密 为您揭秘毒水壶的秘密 查找流言追根溯源 流言的发源是来自一份报告 2016年3月17日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一份抽检报告显示 55.6%的电水壶样品以及22.2%的料理机炸汁机和豆浆机使用的高猛钢猛含量严重超标 有相关专家解读说 长期使用可能会引发猛中毒 损害神经系统 并导致记忆力衰退 精神不振等并发症 一时激起千层浪 各地方媒体及网站也纷纷报道 称不锈钢热水壶烧的水 危害人体健康 有致癌变洒风险 一时间不锈钢垫水壶成了重视之地 无数微信公众号 网络媒体开始频频发力 毒水壶事件持续发酵 带有细思疾恐 这水喝了变傻致癌等关键词的系列文章 充斥网络 各类留言在以中老年人为主要成员的各种群里疯转 不少人都收到了父母 把不锈钢垫水壶扔掉的提醒 有的甚至标着紧急扩散的字样 可见人们的恐慌程度 不管是那个了 他既然对我身体有伤害的话 那我肯定不会用 看完了以后换了一个就是 那叫什么食用节那种的 那肯定是担心 那肯定对老百姓的身体不好 反正现在什么东西都不太健康 百姓各有担心 网友各有说法 有人说太可怕 水壶都不敢用了 我说怎么感觉越来越笨 元凶竟然是家里的电水壶 也有人说 卖壶人在炒作吧 什么高猛钢 不过是推广304的广告软文而已 如果一百度就能练出钢材杂志 那练钢厂干嘛不顺便练练呢 还有人说 以前说铝水壶不能喝 否则变痴呆 现在钢的也不行了 难道换钛的 听说最近土豪流行用黄金做水壶 不知道有人用过吗 也有人评论说 这件事并不会形成什么公共安全危机 大不了扔一个几十上百元的电水壶 可是电水壶可以扔 埋在心里的那颗不信任的种子扔不掉 验证流言的真假 还原事实真相 平安365为您揭开流言背后的秘密 由于毒水壶事件持续发酵 并有相关专家建议 使用食品级304不锈钢电水壶 那什么是食品级304不锈钢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 我们了解到304不锈钢 具有良好的耐时性耐热性 适合用于食品的加工储存和运输等 不锈钢电水壶销售市场 又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呢 为了了解市面上的不锈钢电水壶的销售情况 记者来到了北京市东郊市场进行了走访调查 哪个是采钢壶 那个内展是什么样的 哪个也是不锈钢的 这也是不锈钢的 采钢壶 什么叫采钢 对对对 我不懂 我们这本就是计价高的卖的 高计价便宜卖的 这是哪种级别的不锈钢 这个呢 中国都是哪种级别的 不要钢 它那个 这个盒子扔了 材质上还没写 那个 三三的 三姐妹 这个都没写 通过走访我们了解到 市民采购时 多数只关心水烧的快不快 很少有人会问 是不是使用304 有工作人员说 自己卖了那么久的小家电 也不懂这些标准 在批发市场 我们发现 有食品及304不锈钢标志的电水壶 价格比没有标志的贵一倍 有的标志比较好吃吗 做这个 都做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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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的标志比较好吃吗 没想到说是 没有 不一样 但是 不一样 不一样 但是 现在 朋友 戴身体 说了 就是 有那个 好像是 我没看 我问你一个东西蛮好处 东西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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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 在电商网站上我们发现 有304标志的电水壶 价格几乎都在百元左右 有一些价格在30到40元的水壶 虽然也打着304不锈钢的旗号 但内外币都找不到标志 客服人员解释说 去年生产的电水壶都是没有标志的 只有今年生产的才打标志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 无论是网店商家还是超市的销售人员 在推销水壶的过程中 都是极力批评毒水壶标榜304标志的水壶 以网络留言为推销手段 一个留言导致一片乱象 不锈钢电水壶真的不安全了吗 高猛钢真的会导致人变笨吗 一场毒水壶风波引发了公众对饮水安全 饮水用具选择的关注 这是充满善意的劝告 还是威严损听的谎言 事实真相到底如何 敬请收看平安365精彩继续 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 早前流行于欧美发达国家的极乐式电水壶 因其省时节能便捷安全的特点 在进入国内市场后迅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然而经过调查我们发现 不锈钢电水壶市场已经一片混乱 众说纷纭 已然演变成304不锈钢与高猛钢之针 猛似乎成了许多人避之不及的危险元素 我们不禁要问猛中毒对人体的伤害到底有多大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我们知道 中毒症状轻的时候表现为疲倦杂力 头昏头痛记忆力减退 情绪上不稳定 中毒猛中毒不仅会出现语言障碍 并且还会有显著的精神情绪改变 不自主哭笑甚至变得冲动异常 既然金属猛中毒会有如此严重的后果 那么不锈钢电水壶是否就是幕后的元凶呢 是否会有金属猛吸出并导致我们猛中毒呢 我们将从大型超市购买的价格为188元 批发市场购买的价格为8868元 以及网店购买的价格为32元的不锈钢电水壶 带到了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金属猛的检测 我们将自来水加入到变热水壶当中 把水烧开静置24小时之后就可以取样来进行测定 用浮安机可仪来测我们样本中的某元素的含量 我们对市面上几种不同价位的不锈钢电水壶进行金属猛的检测 结果会怎样呢 如果没有金属猛的吸出 那么是不是流盐就会不攻自破呢 如果有金属猛的吸出 那么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常用的不锈钢电水壶不安全呢 经过检测我们发现电水壶烧水过程中 确有金属猛吸出 其中标有304标识的电水壶 以没有标有304标识的电水壶的猛的吸出量要低很多 通过实验结果我们可以看到 高猛钢水壶的猛吸出量是304食品级不锈钢电水壶的30多倍 这是否说明高猛钢用具存在安全隐患呢 并且价格越低的不锈钢电水壶风险性越高呢 这样的吸出数据又意味着什么呢 不锈钢用具的安全标准是什么 猛中毒是威严耸听还是确有其事呢 家中不锈钢用具是继续用还是彻底扔 敬请收看平安365 精彩继续 我们知道高猛钢与304不锈钢相比 寒猛更多且耐腐蚀性稍弱 那么是否意味着长时间使用的高猛钢用具 表面更易被腐蚀 如果用这类高猛钢材质的产品 盛放果汁等酸性食品或是其他液体 重金属猛的溶出是否会更多呢 是否有猛中毒的安全隐患呢 为了解答以上的疑问 我们决定进行一组不锈钢制品的猛吸出检测实验 为此我们随机进入居民家中 进行不锈钢用具的收集 其实我们不难发现 不锈钢用具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是比较普遍的 四种样品按照我们的生活习惯并参考有关国标 进行实验 最终我们发现四种样品 均有猛吸出 但其含量远小于国标的相关卫生标准 通过采访有关专家 我们了解到高猛钢式合金 相较猛竟能以有所改变 但即便如此 其成温能力还是远高于水的沸点 所以肺水对猛的吸出影响有限 中国营养学会编写的 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 推荐成人每天要摄入3.5毫克的猛 最高可耐受摄入量为每天10毫克 即终生每天摄入10毫克 不会产生健康危害 也就是说 假如喝到猛含量为2毫克每升的开水 也要喝5升 通过实验我们了解到 并不是说使用非304不锈钢烧水壶 就会对身体造成什么伤害 这只是一种消费建议 只要是合格的高猛钢材质 做成的食品容器 都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也不会吸出更多的猛 实际上 我们用的钢材都是处于合金状态 这种状态下 金属的惰性会变强很多 没有那么容易吸出的 有条件的用304当然更好 但也不是说高猛钢就不能用 只要是正规厂家出产的产品 大可放心使用 一些不法商家生产的不锈钢水壶 也可能存在不合格 建议消费者在挑选水壶时 尽量去正规的超市购买 那么我们如何辨别自家的不锈钢制品 是否是正规合格的产品呢 一个小方法 教您检验自家的不锈钢用具 是否安全 把在一些大型超市或者网络都能够买到的 不锈钢猛含量鉴别液 滴一滴于钢材表面 观察颜色变化 两到三分钟后 对比颜色或变红时间 确认不锈钢琴号 让我们再回到留言的起点 就是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的那份风险检测报告 它在猛吸出量的检测项目中 所采用检验方法是 要求必须将不锈钢产品持续浸泡在酸性液体中 才能出现猛吸出过量的结果 但这与平时电水壶主开水的工作环境 有着极大的不同 而通过相关实验我们发现 产品检验合格 正常烧水是没有危险的 但是不能使用高猛刚造的热水壶 烧酸性物质喝 据了解 目前国家标准中 并未对食品用不锈钢容器 或工具的不锈钢材质 进行明确的牌号限定 所以才造成 食品及不锈钢制品市场的良有不齐 再次呼吁相关部门 出台不锈钢制品的具体准则 让消费者能够买到放心产品 眼前这一幕 发生在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 2016年3月27日 一辆曹冠车 与迎面时来的一辆白色小轿车相撞 致使小轿车内六人被困 接到报警后 湖北省孝感市特勤中队 立即赶赴现场救援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 终于将六名被困者救出 不幸的是 小轿车内的两名男子和一名男童 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据了解 小轿车承载六名人员属于超载 于南的七岁男童坐在后排被家人抱着 没有使用安全防护设施 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之中 平安365再次提醒您 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 儿童在乘车时 应尽量使用安全座椅 增强安全防护意识 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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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